罗师傅在达达平台跑帮买订单 就是帮人刨腿买东西再送上门 罗师傅说一般的帮买订单 不会指定购物地址 而是要求骑手就近购买 骑手接单后需要在14分钟内 到就近商店 在手机端操作确认后 再进行采购配送 10月13号他接到一个订单 有点特殊 收货地址跟购买地址 都填在了自己家里 当时我接单的地方 离客户处的位置 是大概3.5公里左右 您赶过去来得及 赶过去是来得及 但是我当时我就跟客人联系 我说你这个东西 你家里是买不到这个东西 他说买不到 他说你到处去找 找到了就行 罗师傅说他和客人确认过 是对方操作不熟悉 把地址弄错了 当时客人要买一条5米的网线 和一个蓝牙耳机 罗师傅想到 汽车城附近有数码店 就跑到那边 结果店关门了 没有买成 后来又跑到万达广场 还是没买成 等我找到那里的时候 发现那个线也没有 但是蓝牙耳机有 蓝牙耳机有的话 我问一下客人 我是能不能买一样 后来我就跟客人联系 那客人说 他说两样都买不全的话 就不要了 这时候罗师傅发现 因为长时间没有点击已到店 订单被自动取消了 他被罚了10块钱 扣4分 拉黑2小时 那假设您到这个汽车城这边 有店可以买到 但您也跟他这个设置的购买点 不符 到时候你怎么点这个 这个的话 他就要你强制点 强制点的话 他必须要你上传 三张店铺的照片 上不异常 但是因为那个数码广场 他已经关门了 我就无法拍那个照片 罗师傅说 这个订单理论上 还有一种跑法 那就是死板的按照订单要求 先到客人家附近 点击确认到店 再到别的地方采购 然后再送回来 但是这种跑法 一来没有实际意义 二来他折腾来折腾去 很可能超过送达的考核时间 总的来说 罗师傅觉得自己很冤 他先后通过在线 和人工客服的方式申诉 都被驳回了 理由也是朝食 他的系统制定的规矩 就是规矩 罗师傅当着记者的面 再次联系了人工客服 相关的客服就帮你通过申诉了 不快的一个工作人士到账 我们24号是 你到这核设一下 可以申诉通过吗 是的 那昨天为啥没通过呀 之前为啥没通过 确实也非常抱歉 给您答案不费 这边这样肯定处理有误了 这个我们会帮你通过申诉的 每一个客服的处理结果 都不一样的嘛 相同的情况 他有些如果是这个客服 他觉得认为我们说的有理 他就给通过 罗师傅这下安心了 最后他想给平台提个建议 像这种帮买类的订单 它只设置了总时长的话 我觉得再设置到电要求的话 这个不是那么合理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嘛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怎么办 此外国不是数字是开采访的 我可以用一个路线 一条线